今天我们在这里聚集 要开始第46届沙劳月华人明义会的明义会 为理工会在沙劳月立足120年 我们要数算 要记住上帝过去如何 在这块土地上面 显出他救恩的力量 还有像我们所思的恩典 120年了 今天当我们回顾着 为理教会在沙劳月的120年历史 心中对神满满的感恩 以及对无数先贤先生 他们忠心的耕耘 激发我们感恩的心 今天我要从这个野利米哀歌第五章来看到最后那个野利米说 求你更新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 我希望透过这个经文我们就不会再自问到底我们教会是什么 是谁 我是谁 希望我们教会能够成为一个更新的教会 知道我们被呼召选招的目的 怎样成为一个福兴的教会 这一次我们的总议会的主题就是一个更新的教会 在这个主题里面有四个要点 强化教会使命 风化家庭生活 提升教育素质 参与国家建设 我要建立一群大的殖民 一群充满赞美的殖民 他们要靠我领来我次第 便要荣耀我们的地名 祝我兴起 借你教会 借你爱此多坚固 祝你爱你 今天下午的这个信息就是 衔接 Connect Connect is the key word for this afternoon message 我们要衔接谁呢 我们要跟人群衔接 我们要跟上帝衔接 我们要跟技能 还有我们的内心衔接 我要说的是 我们今天教会要建立的 不是不到岸的桥 a bridge to nowhere we on the other hand should be building a bridge that connects not a bridge that go nowhere 为了要能够在这艰苦时期生存 我们都必须走出舒适的地带 以独特和创意的方式来思考和行动 换句话说 我们所推动的各样事工 必须能够衔接那些我们凤召去接触的人 每个人都是建筑者 你明白吗 都在与人建立关系 而个人都有各自的恩赐 兴趣经历才华跟技能 可以帮助我们跟社会联系 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在这个动荡不安的 忙碌要求的生活当中 节奏当中 坚定而不移 致死中心呢 各位朋友 只有一个方法 就是把自己锁定在神的关系里面 每一天早上 不论你是牧者 还是教会的执事领袖 你想起教会的时候 你要问一句话 What excites you today? 我们不能够再等 我们不能够说 等疫情过后 我们再来做 等疫情过后 我们再思考 继续我们年头计划的事情 我说你都不知道 疫情什么时候过去 你的时间就是现在 你现在能够做多少 能够做什么 你就好好的去做就是了 换句话说 我们所需要的领袖 必须是充满着勇气 具备那个深塑性的 按照身边不断的改变和挑战 而做出适应的调整 和适应 我们如果不能做出相应的调整 或者是建立新的关系 增长必会受阻 我们要死守旧赚 还是做出适当调整 并且做出改变 以便建立新的关系呢 在还没有结束之前 有一个很严肃的提醒 我们如果安于现状 并且看剧改变 我们就要陷入自满 然后自满就会演变成为 懒惰的危机中 自满会导致妥协 我们如果有读 那个启示录书的话 你就会知道 妥协是教会一个 很大很大的罪来的 而且不必多久 信仰就会腐烂了 当当有那个适应 新环境能力还不够 我们还需要 伟生的仆人领导 以便转化社会 以及展示基督 对世界的爱 什么是仆人式的领导呢 仆人式的领导 就是从一颗自我服侍的心 转化成服侍别人的心 当你明白 生命是光复你给予了什么 而不是得到了什么之后 你长大了 我们要成为更新的教会 要把人和基督 联系起来的教会 要活出这个招命 我们需要不断的自我更新 学向基督 让我们勇敢并谦卑的 无论得时不得时 总要做好准备 为要把个人 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 我又把这个大干 再稍微调整一下 除了衔接人之外 我就加了一句 就是change to connect 我们是不是有什么东西 需要改变 为了要能够跟人相连接 我们有时候需要做出一些 哪怕是你不愿意做出的改变 为了要得着更多的人 明白吗 第二 我们要衔接上帝 那怎么衔接呢 圣经说得很清楚 我们要在神的面前等候 对不对 等候耶和华的 必重新得力 所以我的重点是 等候以衔接 最后 我们要有一些的技巧 我们要有一些的技巧 但是我们也要跟我们的内心 就是那个谦卑 服侍的心 连接 怎么连接呢 就是有那颗服侍的心 We serve to connect Beautiful in its time He has also set eternity in the human heart B is for disciples B is for disciples and these are eternal values 改变了我的生命 改变了许许多人的生命 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 过去我是一无所有的进入凯生之家 但是两年多之后的今天 我得到的是上帝满满的祝福 当你在困难当中站立的稳 更坚韧的时候 那你将会相信你所信的是真的 我代表我们师傅北教区第18组 我们这里有关于那个卫理学校的一个提问 好这里是第9组的提问 就是想要问或者是澄清 关于初成年龄 会独主席 各位同工好 我们刚才我们在小组里面 我有我想要像这个EMC 就是Emmanuel Baptist Church 在21面21点上那边有讲到说 所以施工指南的年龄 其实他非常按照本地化的状况来处理的 我主要的提问是 这个叫教育部第35面 会独主席早上好 我要肯定这一次的分组给我们美好的讨论时间 我们在讨论当中我们有充足的时间 不会每一次听报告好像听两分钟又很赶 我们至少有八分钟的时间我们可以可以做讨论 那还有一点我们觉得很好的就是 我不是在报告我自己的事工 我是看别人的事工 我来评估然后做报告 会有讨论部着重在灵修生活 祷告生活 还有 装备门徒 透过e-passlib 就是我们祭祝409个年会的牧者同工 还有我们也 要 鼓励大家 以 online 来提交 奉献 富有捐 也减低 我们这个covid-19的风险 这个步骤我们也跟大家来 已经跟大家来 通知了 当然我们 也协助各部 天真的SaraPay 的使用 要 协调 路站 和收取奉献 这方便 首先我们来看看 2021年由经济部所管理的 总收入跟总支出 那么今年我们一共收到了 2081万令吉 总开支为205万令吉 那余款呢就为75万令吉 那我们目前有132间的教会 那么有108间的堂会 24间的步道处 牧者方面呢 我们目前有194位的牧者传道 受委任牧养教会 那么在生命车 我们有 117,320位的受洗友 包括承洗小洗 还有我们的 会友 那就是有我们有教牧 进修委员会就是帮助 牧者进修的处理牧者 在本地啊在外地进修的事情 那么我们有新生入学委员会 专门负责 神学生的事宜 还有神学教育基金 我们感恩 今年还有人继续奉献 让我们这个神学教育基金可以累积 那么我们现在就先进行这个掌目 今天晚上 他们要案例 那么杰亚库骂会读要在这里拷问他们 最后一次 那么宗教育基金 are you determined to employ all your time in the work of God? yes are you in debt so as to embarrass you in your work? no will you observe the following directions? be diligent, never be unemployed never be triflingly employed never trifle away time neither spend any more time at any one place than is strictly necessary 我们一起思考耶稣说的这番话 耶稣为什么洗门徒的脚呢 我想我们大家不用多做解释 大家都知道 耶稣表现出谦卑的服事 并且也指示门徒要这么做 这段经文在一些其他的教会的传统里面的解释 似乎是这样子说 他会不会是使徒受职的一部分呢 在旧约我们看到摩西在亚伦和他儿子们 被告为祭司的那一天 圣经说摩西用水洗他们 然后我们看到新约 耶稣为彼得与门徒洗脚 耶稣就对他说 我若不洗你 你就与我无分了 这个分是什么意思呢 耶和华是我的分 因为对立位人来说 他们没有分得这个土地 耶和华就是他们的产业 耶和华就是他们的分 基督师父在告诉彼得 若他不洗他的脚 就不享有耶稣的分 对于我们要被安立为牧者的 传道人的 我要很诚恳的用主耶稣的话说 权利 地位 名堂 财富 可能都不是我们的分 不是我们的记号 但是谦卑的服饰 那个要彰显基督荣耀服饰 的服饰和那个一生的动机 却绝对是我们的分 在月节前夕的晚仓上 耶稣离戏站了起来 脱了衣服 拿了一条毛巾并倒了水 在棚里就洗门徒的脚 他告诉他们 我是你们的主 你们的夫子 尚且洗你们的脚 你们也当彼此洗脚 主啊 求祢教导我们 为祢所爱的世人洗脚 耶稣说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 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 我怎样爱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相爱 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 众人因此就认出 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主啊 求祢教导我们 为祢所爱的世人洗脚 兄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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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Whom we purpose, God willing this day, to ordain elders. For after due inquiry, we find that they are lawfully called to this office and ministry, and that they are persons meet for the same. Mu Lok Thi Gabriel Ling Hao Sen, Betty Wong Ling Ting, Thi Mi Xiong, Ambrose Wong Thuong Dian, Take thou authority as an elder in the Church to preach the Word of God and to administer the holy sacraments in the congregation. 我们在此举行宣教式的猜浅和祝福仪式, 这乃是效法初期教会的一项重要的任务。 从使徒行传中,我们看到圣灵预备了保罗和巴拿巴做宣教工作, 而后安提亚教会在禁食祷告之后, 按手拆遣他们出去, 初期教会热心地拆遣他们的信徒到别的族群中去, 帮助那些未信主的人, 也栽培那些已经信了主的。 所以今天我们拆遣宣教士去到需要福音的地方侍奉, 这是延续历代教会的照命和顺从耶稣基督的大使命。 我们接下来就请干事刘慧贤牧师把宣教士们带到会读的面前。 爺设帝主席,我们将带你接下来的思纪, 李永蔽,姨杨和菁先生。 拜托地径的凶宣教士博士、 I command to you these missionaries we have commissioned to carry into all the world the sacred and imperishable message of eternal salvation people were saved through your ministry people were baptized through your ministry people became genuine disciples of Jesus Christ our Lord through your ministry some people gave their lives to give to go into the pastoral ministry or other full-time ministry these are all the fruit of your labor and there is nothing wrong to rejoice over it 你们要赶到喜了 因为很多信徒会来跟你说 透过你的讲道 他们受了喜 他们生命得到改变 他们成为真实的门徒 这些都是你们服事的成果 it is not always easy to preach the gospel not everybody hears when we preach the gospel there are hostile situations we encounter when we preach the gospel but the Holy Spirit enables us to do it 因为我们知道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 很多人就会抗拒我们 会遭到拒绝 但是圣灵能够使我们完成神的工作 you see hardship rejection criticism are common are common to pastors 艰辛 或者排斥 一些拒绝 或者一些批评 这些都是很常见的 在我们服事当中 so Paul was not just thinking about the hardships he was looking at the fruit of his labor 他不专注在那些艰辛和挑战上 而是专注在那些 他已经看到的成果 那些哥林多信徒 就是他服事的成果 and to the retiring pastors you know who and what is the fruit of your labor 今天我要对荣修的牧者们说 他们一定也知道 他们服事的成果 是谁 或者是什么 我将这意见传给年轻的一辈 表示年轻一辈将继承 年长一辈的责任和奉献 今日以利亚的服事精神 将落在今日以利沙的身上 承担了落在我们身上的意见 愿我们继承双份您的精神 我六十岁退休后的这七年 很充实 充满了主的爱和祂的恩典 感谢耶稣的同喜 主耶稣与我一同作喜 祂是我最亲的救主 也盼望是祢最亲的救主 让我们侍奉牧养工作 不困难 因为祂的恶是容易的 祂的担子是亲神的 感谢神有教会 有弟兄姐妹 有家人 有亲戚朋友 等等 感谢神 我能够服事祂 使我这一生 有意义 有价值 也体会到奉献服事 是何等的神圣 感谢 感谢 真的是感谢说不完 感恩的一个具体的表达 就是一生 继续的侍奉 忠心送福神 荣神义人 直到见主面 还是感恩 让我们记得服事的重点 不是 Program 乃是 Purpose 不是 Method 乃是 Mission 不是 Malment 乃是 Master 不是 Offering 乃是 Obedience 不是 Church 乃是 Christ 不是 Want 乃是 Wheel 不是 个人的欲望 乃是 上帝的旨意 不是 KKK 不是 上帝党 乃是 KOG Kindom of God 不是 个人 成就 Gracification 乃是 基督 荣耀 Vilarification 十命为尽 用于基督人 共勉之 承愿如此 作为传道人 我们终有一天 从福祉的岗位上退下 正如贾 会主所说的 但是 作为传道人 福祉族的日子呢 是一生之久 第二句话 要对 无论是在场 献上的 弟兄姊妹 长辈 我还有 特别我家人 知谢 因为你们在 某一些方面 某一些时刻 都给了我们 生命的塑造 与祝福 最后 愿阿爸天父 世恩赐福以 就位 第一圣子 最后 我要感谢过去 跟我配搭 师父的神学生 教会指示 丁与神学妹们 以至学校的 校长和老师 因为有你们的 支持与同心 合理的福祉 神的福度 才得以扩展 愿神 赐福于你们 将一切流量 归给 全上的阿爸 阿们 我们教会 作为 孙教的教会 它是一个 透过 拆遣 拆派 工人 要涵盖 世界 每个角落的 这个制度 所以 不能够 每个人 都在大坛会 有一些人 必须要去 很多人 不喜欢去的地方 有一些人 必须要 当起 更大的责任 或者是 很多人 不想 面对的群众 都有 那么 作为 孙教的 使命 的教会 我们 为了要 能够 涵盖 每个角落 大家 就必须要 做一些的牺牲 这个有一句 英文话说 有的时候 抗似 我们的 失望 但是 如果我们 能够 换个角度 却能够成为 上帝 遇见我们 或者是我们 与神相遇的机会 当我们能够 这样子的 从神的角度来看 当我们心灵里面 愿意与神相遇的时候 哪怕是我们 最不喜欢的事情 上帝也能够 让我们看见 祂的道路 高过我们的道路 祂的旨意 高过我们的旨意 我们大家 把自己 看着是 神 手中的器皿 而我们又愿意 让自己 与神同工 那么 我们就能够 看见 上帝 一步一步的 奇妙的作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